白灼虾,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每个人的做法又不一样 去掉虾脑,取虾线 也就在家才会这么讲究 其实在酒店,白灼虾根本就不会给你去虾线 去过虾线的肉质没有那么紧密,比较会柴 碗中准备蒜末,葱白,红椒,蒸鱼籽油,芝麻油,辣椒油 调成白灼酱汁,主页更新的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记得点我投降旁边的加号收藏,学到就是你赚到 锅中烧水,下葱姜去腥,少许料酒,圆 把水烧到微微冒泡,大概在80度左右 这个温度最适合烫虾 继续开大火煮 录制视频不容易,点个红心支持一下,谢谢 海鲜的东西一定要烫熟烫透 要是煮个半生不熟,容易吃坏肚子 煮了一分钟,大沸腾之后捞出 整齐装盘,配上调好的白灼酱汁 活虾烫完,头部都是红润的 冰鲜的死虾呢,头部会黑掉 不要忘了,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 总有一道适合你,不要错过哦 白灵的黄竞